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次在发言人里面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名叫大雄 全名叫马威雄 这个职业是一个大壮 是一个大律师 去到一些特别的案件 譬如是要去孤登法院 是要靠我才可以在庭上 为那些犯人辩户 即是在法庭上打官司的对白 就不是说有人跟你对答 是你一个人说的 我有一段时间 是要躲在车上背这对白 一层楼同一屋禅下 本来是想凝聚一家人安居乐业 但是为了这层楼 利用媒体歪曲事实 令到我当事人的身心灵 都受到莫大的伤害 这次发言人里面 除了看一些帮人的案件之外 是介绍律师背后的 那个师爺 师爺如何帮一个律师流去接客 如何帮律师 找一些优势去赢一场官司 目的达到之后 他会不停地问一些 无关痛恋的问题 这个方法 这么多年都没有变过 因为他想拉回松正人的情绪 降低戒心 再拜贪组织第二轮的攻势 这个时候 你要不停反对 反对无效不要紧 最重要是杀他 杀到他气咳, 没有订头 我和Jomang的感情线 Jomang就是一个法官 女尊男卑的感觉 始终我们会分析 这些法官应该好像高级 出了的感觉好像上司和下属 那种感觉 他会押着我 我会很害怕他 因为他出名很害怕的一个法官 初段是一个比较没信心的律师 还要照顾残废的妹妹 不…是妈妈才对 马大壮 你刚才说被告是家中的独子 然后又说他有个妹妹要照顾 到底哪才是真的呢 还有, 到底是他妹妹残废 还是他妈妈残废 你知道这个差别可以造成很大影响 我麻烦你 肯定清楚地再说一次 对不起, 法官各下 我这次饰演的角色叫翁傲明 他的职业是区域法院的法官 他的性格就是很严谨 很公平、很公正 但同时, 虽然他平时外表出来 人可能做事很刚强、很硬正 但私底下, 实际他在家的时候 他喜欢粉红色、很少女心 所以反差也挺大 那盆幼苗最近好像没有什么进展 我会试试帮他下肥料 看看会否更好 我那盆也是 我刚刚播了一些音乐给他听 希望可以快点见到他开花 这次我在发言人里面 飾演的角色叫余角洞 名副其实非常幸福的高富水 各个角色里面是非常高智商的 非常换世不公的性格 因为基本上没有家庭压力 整天都到处飞 到处认女生 整个车都搭配 就是这样 可以令你神祖有动力 整理得这么好 不是女生就是女生 知我者莫若你 听说你今天这庭是方官 跟他那位书记妹妹Forence 是驱怨之花 你知道吧 家事法庭没有人进不去 来吧 让我拔你三尾去见识一下 那就跟马铭、夏眉和荣康三个人 从小到大 他高富水得来 其实他就非常重视友情 有些人的 怎样?尤嘉, 怎样? 打电话给他 他手机认识了吗 你自己看吧 關心, 你的两件找你 你好 哪一套 我觉得你应该回家洗澡好一点 尤嘉, 左边我见 有时他说我们这四个人的关系 就是我、马铭、美美和王家 我们这四个很出生入死 很友善的兄弟 其实我们慢慢都拍了一些… 找到一些感情出来 很棒, 翁官你敢打电话 直接叫人欺嫂 进度快过来吧 丁官也会笑 等我顺势帮你表白 你试试打